另外还有一大景观 就是浪错圣湖的雷电景观 因为海拔高度比较高 那么它与我们现在所经过的 这个面清唐古拉山脉 其实我们现在是从 面清唐古拉山脉的一处三口 进入到这个景区里面 面清唐古拉山脉的土峰 昨天有给大家提到 待会我们回去的时候呢 可以看天气零光 经过那个观景台 如果它呈现出来 我们给大家停车 大家可以去拍到这座土峰 七千一百一十一米的 面清唐古拉山脉峰 女圣湖呢是遥相辉映 他们俩呢被誉为 我们雪衣高文的守护神 是一对夫妻 是一对面人 那也就是说 纳姆错圣湖呢 是面清唐古拉山三神的妻子 他们在这个高原上呢 守护着这片土地 那在这个经文当中 在我们的一个佛教的 一些图像当中呢 他们就是被誉为 是一对夫妇 而且呢是神仙的 化身啊 守护高原的 那由于他们俩呢 有了相辉映 而且这个念清唐古拉山呢 有些海拔比较高 在这片高原上 有的时候会出现 比较壮观的雷电景观 而这个雷电景观出现在 念清唐古拉山的祖风的时候 它的这个印象啊 它的这个景象 印在这个湖面上 那我们说圣湖上 也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但是这几大景象呢 都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 所以都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我们呢平时所能看到的 就是待会儿 大家所要看到的 这个景色了 那一会儿到这个 那跟他山口的时候呢 我们就给大家停车 那大家就可以远跳 这个念清唐古拉 远跳那么错 当我山口停车的时候 大家下车要把你们的衣服都穿好 帽子手套什么的 你们手带上的装备呢 要等会儿 哇